教育电台全国网收听频率 教育是温柔向善的引导力量 在这空中的美丽相遇如是幸福 经文和您在教育大不同 一起分享一起成长 共度美好时光 亲爱的幽毛午安 欢迎收听教育大不同 我是静文 每周一到礼拜四 下午三点零五分到四点钟 在空中陪伴亲友朋友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今天为亲爱的特别来宾是千万讲师 王永福福哥来节目当中 福哥午安 午安安静文 很开心今天我们透过一种非常崭新的方式来录音 到底有多神奇呢 我觉得福哥你可以告诉大家 因为你竟然可以拯救一个资讯界的小白 因为现在是后疫情时代 其实我非常荣幸接受静文的邀约 因为静文在高雄 我在台中 我之前也上过静文的节目 所以就是要专门搭车从台中到高雄去 我还是很荣幸的 可是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 这个能不出门就尽量少出门 这样子 所以我就在想说 是不是有什么方法可以用远端的方式完成这个采访 这样子 那当然因为我们教育电台对声音的要求会比较高 如果是电话 以前传统就用电话嘛 电话可能会做不到这种要求的音质 那像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像什么Room啊 什么WebEx啊 这个是有影像 可是他对声音的要求也不高啊 那怎么样达成像我们静文教育电台这样的高优质的节目 这样高的要求 我就去找了一些的资讯跟资料这样子 刚好国外有一些的软体 有办法做远端采访 然后相对比较高的音质这样子 我就帮静文稍微做了点功课 然后我们现在用远端的方式 但是达到接近录音室的收音的音质这样 我觉得福哥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是全力以赴 而且你真的是有一种很强烈的心情是 你想要帮助所有遇见你的人成功 不管在哪个方面 我不敢这么说 但是我会帮助我的朋友 我会帮助好人 就像静文这样子 我知道静文是好人 我会帮助 因为其实有的时候我的时间也有点忙 特别是最近有点忙这样子 但是我会觉得有些东西 就像今天这个事情这样子 就是我们当然传统有很多方法 我们用电话采访也可以 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可以做 我知道这我都知道 我也知道 我也知道怎么用 可是难道没有新的方法吗 难道不可以有一些突破吗 其实包含在教学 包含在我的工作 我也都在想这个事情 就是除了原本的方法之外 然后难道不能够有更好的方法吗 其实我常常在想这个事情这样子 之前福哥在课堂当中 很多学生都有一个共同反应 就是福哥对学生要求超高的 但是他对他自己的要求更高 然后福哥永远都是希望能够帮助学生 潜能激发 而且成为更棒的自己 我就会觉得说 你真的是很厉害 就是你怎么能够有这么无以伦比的热情 在每一次和学生相遇的时刻 我觉得那就是一种 就像我今天早上说的 是一种缘分 因为刚好如果有这样的缘分 我会认为说 在突破或是在创新 就是在做一些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情的时候 就像我的学生们 一定是不习惯的 我对学生的要求 或是有一些新的要求 他一定是不习惯的 这是我心里面假设 他就一定会是这样子 可是静雯可能也有发现 我会比较坚持 就是我们一定要完成这件事情 我们一定要完成这个标准 我们一定可以做得到的 我会我不是只有嘴巴这样讲 我想刚好也透过这个录音事件 我会比较了解我的某部分的个性 我就会告诉你就是 我们一定做得到的 然后我会想办法把这个事情 该有的这些东西全部都准备好这样子 那就等着你做最后一段的突破这样子 所以这大概是 也就是说我并不是一个 也许吧 我并不算是一个只会跟学生讲说 你要这么做 但是却在旁边冷眼旁观的人 我不是这样的 我会给严格的命令 也许是 但是我会给清楚的指示这样子 就接下来你要做什么事情 然后你应该怎么做 然后我在终点等着你 对 福哥的教学方法 其实搭了很好的音价 让你一步一步的去往上爬 那我觉得这过程当中 其实教学是一门科学 是一门艺术 你懂得如何帮助你的学生成功 那如果你喜欢上课 我相信听众朋友你一定知道说 你要报名报到福哥的课 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它是现实 然后你要去抢 抢到了之后 你不一定能够上 因为他们还有筛选的机制 所以其实能够上到福哥的课 是很幸福 很幸运的一件事情 谢谢 因为今晚也有上过我的课 也上过 那个之前有很认真 接触影响力 对啊 今晚很认真 然后还来台北上课 而且上课之前 还被逼着写很多文章 对应该还有印象 就是其实 有时候上课教了什么事情 我有时候觉得就是不见得 学生会真的记得很久了 但是如果老师有一定的要求 而且是有方法的要求 而且这个要求是要帮助学生 他真的能够达到他自己看得到的改变 我认为这个所有的我们在讲 不管是教学方法教学技术 都围绕的最后的目标而前进 就是我们要帮助学生变得更好 然后帮助学生 不只是知道一些知识 他还能够得到 就是自己带回去 然后最后面他自己做得到 我想我的所有 不管在讲什么教学技术 教学技巧 所有的课程设计 最后的目标都是要帮助学生 能够改变 然后变得更好 可以成为他理想中的自己 而且他真的可以做得到 我觉得那一个时刻里面 会非常非常的雀跃 就是原来我是做得到的 对啊 没错 其实看到学生改变 我们也很开心 替他觉得很开心 之前福哥写过一本书 是教学的技术 那我当时读完书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很赞叹 那个赞叹是说 福哥竟然可以把很实术的东西 变成是我们每个人 都可以读得懂的文字 然后很清楚的让你知道 什么是教学的专门 那过去我们也读过 在教育理论当中 身为一个老师 你要有很棒的学科专业知识 你也要有很厉害的教学专门 那这个专门包含了 对教学的原理 教学的策略 对学生的认识 那这些其实都是很重要的细节 那在教学的技术 这本书里面 你就写得非常的详细 而且有很多的实物经验 是啊 因为我比较特别的原因是 就像去 读到建文之前 在读书 在读博士班的时候 也都读过这些相关的学术 教学 学习理论相关的东西 那我们比较特别的就是 我是从实物 转回来的这样子 也就是说 可以这么说 我们并不知道 任何的教学理论 在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也不晓得 学习策略 这个我们一开始都不知道 然后我们 尝试了很久 做了很久 我们会把一些 没有用的方法剔除掉 我们会留下一些真的有用的 通过 市场考验的 学生反应真的有用的方法 留着 然后后来 我跟其他老师最大的差别是 我后来又进去读博士班 这样子 然后我不是读的研究 也是读教学理论 相关研究的部分 那也就是说 我是从实物这边 先得到很多的方法的印证 我知道有哪些方法 是实际有效的 那我再回头去看 这些有效的方法 它背后有哪些的学习理论 跟知识跟技巧 然后刚好又有我第三个身份 我也是一个工程性格的人 我是一个 我今天跟基务开玩笑 我是一个被教学技术 耽误的工程师 我是那种 在某个部分是 算是解构性比较强 然后调理很分明的人这样子 然后我就会把这些所谓的 很多人说教学是一门艺术 我承认它是一个艺术 可是如果是艺术 它就很不容易复制 很不容易学习 因为每个人对艺术的体会不太一样 那我试着从里面找出一些脉络 从我实物的经验 再补上这些学理的基础 然后再用工程师的性格 把它拆解开来 那最终就成为所谓的教学的技术 因为我称为教学的技术 就是它是可以拆解 它可以复制 它可以学习的东西 所以才写了那本十几万字 十五万字 十六万字的教学的技术这样 真的就是完全请郎享受 而且你完全不害怕 别人读完书之后比你厉害 其实我们一开始曾经考虑过一阵子 真的啦 就是也没有那么无私 我不敢这么说 就像所有的人一看到我们 我真的写得很详细 把所有的我们说职业选手 我们是一个职业讲师 我们靠教课赚钱的 把所有职业选手的know how 全部都公开 然后全部都写出来这样子 我一开始还是有一点点 曾经想过 有点迟疑的 后来我想说 我不太可能一直站在 这个讲台太久 几年吧 也许 那这些东西 这些know how 是我们摸索了十几年的know how 而且它证明它有效 刚好又跟学术连结起来了 那我应该是不是再多做一点事情 这样子 所以才整理了过去这所有东西 把它细节全部拆开来这样子 把它写出来 不过后来 我发现了一件蛮有趣的事情 就是 我很多的学生其实看了书 很多老师应该这么讲 很多老师 他们看了书之后 就觉得 很多方法拿出来真的很有用 他们可能一个方法 一个方法 一个方法去用 觉得还蛮有用的 但是也有老师反映说 有些方法 似乎看文字 还是看不太懂 这样子 所以 我在上课的过程也发现 就是 很多人看了我的书之后 知道方法 知道了 知道了 那也许一半用得出来 我觉得这很棒 那另外一半那种 比较 难以摸索的know how 就是 我怎么写得清楚 但是大家还是 不是那么清楚 这样子 就是没有办法完全的 展现出来 这样子 如果他没有来到 你的课堂当中 他可能没有办法 完全的去内化 这书里面的文字的内容 那当然有些人 可能比较有慧根 他可能就一看就通了 不过我觉得这里面 有一个很大的关键 就是 老师是一位职业讲师 你的职业当中 其实你面对是 非常高度的要求跟压力 就是 你一定要马上交出去 这些人是有反应的 而且他会觉得说 我真的学会了 我真的可以用 然后他们会觉得说 我已经付给你很高的 讲师费了 你要给我应有的水准 你在年轻的时候 你怎么去承担 这么庞大的压力呢 刚刚这十几年下来 其实有时候回头看 我之前没有特别想说 这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没有特别想 说实话 就是因为这次就是一个 职业选手的工作嘛 我们跟一般的老师的差别 就是我们每一天都会被评估 每一天 我们只要上台的 每一天都会被评估 就像职业选手 像我喜欢看篮球 每一个职业选手 他的在场上的每个动作 都会被记录 他投球不进了 他会被记录 他投球进了会被记录 他的罚球率 他的失误 他的方法 他每一个动作都是被记录 然后之后被公开 我们有点像这样子 我们每一个每门课都会被评估 每门课都会马上决定了 你的表现怎么样子 跟一般老师可能有 很多老师是可能一个学期 才有一个评估嘛 那我们不一样 我们每一天 只要上台的每一天都被评估 然后我们的表现 就会决定了下一堂课 你是不是还会有下一堂课 的这样的情形 所以我们就只是把事情做好 因为我常常讲 其实职业讲师不是比较厉害 我不会这么说 我不会说职业讲师比较厉害 而是比较不厉害的都被淘汰了 所以你看到的都是比较厉害的 因为如果不厉害的 他早就被淘汰了 他不会留在市场上面 所以并不是 我常常讲说大家不要误会了 并不是职业讲师比较厉害 不是的 而是不厉害的都不见了 这样子 你们都是经得起考验 那我们很幸运 我们直接就遇到你们跟献哥 因为那天我跟另外一个很好的朋友 林明章MJ老师 我们在聊天 就是职业选手里面还有分 那个顶级的MVP的 明星赛的球员这样子 也许我们过去的表现 就是让我们在所有的 这一群职业选手里面 相对可能比较有知名度 相对可能有比较多的产出 不管是书 不管是其他的作品 这样子 所以比较多人 多一点人认识我们 那我就是把一路的这样过程 我们到底是怎么 怎么通过每一次教学的考验 这样的一个想法 心法跟技巧 就在去年就公开 然后写成书之后 其实得到不少老师的肯定 我知道后来像某一间国立大学 暂时不方便说什么名次 因为我没有被授权公开 就是有些国立大学 把我的书 当成成人教育所的课本 指定课本 指定参考读物 所以应该是有好的效果 或是有好的 这种就有用的方法 才会被肯定 教学的技术这本书 对成人教育界来讲 是很重要的一本经典 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在学习领域当中 我们常常都是 引用国外的文献期刊 然后最新的研究发表 但是我们并没有去看到说 在我们自己的现实环境 课堂当中 到底这一些期刊 理论 这些论文 是不是真的能够 服应我们现在学生的需求 那福哥这一本书 教学技术 其实刚好就 弥足了这一块 就是让大家去看到说 身为一个职业讲师 在课堂当中 他真的可以做得到 帮助学生成功 而且他整个的气氛是 既刺激又开心 然后又可怕 就是你知道 非常多元化的 可是学生会心甘情愿 坐在课堂当中 我相信这也是 每一个老师的梦想 那个梦想是 我今天在这个课堂当中 我就是一个陪着学生 一起学习 一起成长 然后陪着学生 成为他理想中的自己 那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必须要具备 相关的教学的 专门的知识跟能力 那就透过这本书 可以来帮助我们提升自己 那当然如果你能够很幸运的去上到福哥的课呢 那就是你人生的另外一个幸福的开始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 今天我们要请到特别来宾是 王永福福哥 我们在节目当中呢 分享教学的技术 他的学斯力神 那接下来呢 关于这一门课呢 福哥把它转化为另外一种形态 是线上授课 我觉得这又是一个很新很新的挑战 所以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节目当中